王力宏與李靜蕾的離婚風波 原本在王力宏道歉及戰鬥演藝圈之下暫時落幕 沒想到沉默三週的李靜蕾昨晚再發長文 他指控王力宏解隔離出關後 帶著三名外人回家強行看小孩 讓他和孩子遭受人生安全問題和精神虐待 沉默中最後他還提到 先前By2的妹妹Yumi先前工作室公開曾喊話李靜蕾 是他要了警方聯繫房子到現在已經過了21天 但警方此時沒等到他的聯絡 李靜蕾對此提供了一段影片表示 自己原本以為By2工作室的訊息可能埋目在1512萬目新訊息裡 但他搜尋後卻收不到 事實上他自己也是苦等了21天都沒有等到對方提供任何訊息 結果By2工作室也立即再做回應 附上他們私訊給李靜蕾的影片佐證 指控李靜蕾撒謊 屁頭難道人不在內地就不用負法律責任嗎 讓這件事成為各說各話的羅生門 然而此事卻意外爆出案外案 由於號稱Yumi閨蜜做個小孩007屢屢抽手戰爭 加上只要Yumi一發文 做個小孩007就立刻參戰 這讓網友懷疑根本Yumi本人吧 炎燒半月的王力宏和李靜蕾離婚風波 讓王力宏憂實形象全毀 目前仍在隔離的他 出關後的動向應就是外界關注焦點 近來原名自身學長是王力宏身邊工作人員的網友 代替學長以5點聲明為Hop紅喊淹 蜜蜂舉動掀起網友一片熱議 這位畫名黑喵警長的網友PO出長文 表示學長是王力宏身邊工作人員 他正在外人角度來看雷虹直鬥 首先針對出軌一事 原PO只言王力宏和平時身邊工作人員關係很好 除夕活動和日常工作都有工作人員陪同 回酒店也都住在工作人員隔壁 他世下見什麼工作人員應該都能察覺 但目前工作人員都沒知道王力宏出軌一事 原PO也坦言王力宏婚前的確玩得很happy 但是他把世界看得高於一切 而且很重視自己的名聲 所以郭靠就再也沒有任何這方面的行為 原PO還認為李健林手上沒有任何王力宏出軌的實質證據 至於百兔妹妹Yumi的裸照大頭照儀式 原PO則說王力宏事後翻找聊天紀錄 發現都是在談公事 並無提及任何私人感情 此外不僅網友風向改變 王力宏的名歌歌手表叔李健復 日前也引用戰博社真身殺人的預言故事 感慨留言可畏 看似在為表直王力宏喊冤 而表叔的一番言論竟獲得不少迴響 紛紛留言力挺哄哄 作口塑精 但日不忘初心 我們等他 當然陳武希望哄哄堅強 We trust him 王力宏日前宣布離婚沒多久 就被前妻李敬雷以5000字毀滅性爆料痛擊 揭開王力宏召妓 約炮渣渣使 讓人設一席崩壞 消失幾天後 王力宏昨晚首度回應 除了否認自己在有婚姻的時候出軌 還痛批李敬雷貪得無厭 要求6.6億添加贍養費 不過網友似乎不太買單 繼續熬夜吃瓜 期待李敬雷再度出手 果然雷神沒讓大家失望 今天凌晨列出4點生命劑證據 雷神之垂再讀K的哄哄眼貌盡心 李敬雷先是透露王力宏曾經對他說 最好的公關方式就是 試圖摧毀另外一個人的名譽 和誤導大眾轉移焦點 接著他一一條例反擊王力宏的指控 第一點 王力宏說他沒有對婚姻不忠 但是沒拿出使證 而李敬雷則表示 會期待王力宏的一一回覆 哄哄光氣勢上就輸了一劫 敗 第二點 王力宏說和李敬雷是2003年演唱會現場認識 後來10年將近10年 這回他有翻到對話記錄證明 但是 李敬雷表示那次以後他們還一起 油車合到桃園 還到王力宏唱片公司同事家裡吃飯 也曾被拍到一起上婦產科 一起吃壽司 一起看電影 李敬雷更提到 王力宏跟另一個前女友還在一起的時候 半夜兩點找他約炮出來聊到早上 這些都是2003年開始陸續發生的 而且還有朋友可以作證 登登 看來機性不好的紅紅這一局又輸了 第三點 王力宏指控李敬雷要求添加贊養費及生活費 結果李敬雷直接秀出證據 表示贊養費自己確實一毛都沒有要 反擊王力宏出事的洛杉磯房子和股票 是雙方各自名下原有的財產 不是因為離婚才分到的 唯一談到的費用就只有孩子們的生活費和教育費 以及免費借住王力宏的房子18年 看來這一局紅紅香混淆視聽又不成失敗 第四點 王力宏說婚後自己活在恐懼勒索和威脅之下 偉在雷神當然有準備再度釀出證據 揭露王力宏有性誠意和自戀型人格 還會跟親友造謠他有精神疾病 藉此詆毀他的人格 指自己才是長期遭受精神虐待 羞辱和被王力宏情感操控的那個人 這一局雷神有證據實存 紅紅又在田一脈 今天早上 李靜雷在發文追問王力宏五大題 問題內容竟然不只有召妓 還爆料他曾經試圖跟當時只有16歲的小師妹當炮友關係 再度引起軒然大波 而過沒多久 王力宏就發出道歉聲明 並宣布暫時退出演藝圈